人活着,总要学会承受,承受意外,承受压力,承受离散,承受艰难困苦,承受来自生活的种种不幸,从某种意义上说,生命本身就是一种承受,无法控制的事情,无法左右的事情,就让心态平衡。 当一切都可以看开时,往往也就没有什么是想不开的,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失去的时候,学会承受,再苦也会过去,只要路在延伸,总能写好幸福,承受痛苦,痛苦就人生而言,常常扮演着不速之客的角色,往往不请自道,有些痛苦来得温柔,如同慢慢降临的黄昏, 在不知不觉间你会感到冰冷和黑暗,有些痛苦来得突然,如同一阵咒语,一阵怒涛,让我们来不及防范,当我们屈服于痛苦的时候,它可能使我们沮丧,潦倒,甚至在绝望中走向灭亡,当我们承受了痛苦,我们就会变得坚强自信,那么,此时,痛苦就变成为一笔无价的财富,承受幸福。 幸福需要享受,但有时候,幸福也会轻而易举的击败一个人,当幸福突然来临的时候,人们往往会被幸福的漩涡淹没,从幸福的颠崩上跌落下来,承受幸福,就是要珍视幸福而不是一味的沉浸其中。 如同面对一台陈年老酒,一夜而今往往混乱醉如泥不省人士,只有细品曼渣,才会品出真正的香醇甜美。 承受平淡 人生中,除了幸福和痛苦,平淡占据了我们人生的大部分生活,承受平淡,同样需要一份坚韧和耐心,平淡如同一杯清茶,点缀着生活的宁静和温馨。 在平淡的生活中,我们需要承受淡淡的孤寂与失落,承受挥之不去的哭道与沉寂,还要承受遥遥无期的等待与无奈。 除此之外,我们还要学会承受许多,诸如,承受孤独,会使我们为家珍惜有益,承受失败,会使我们的信心更加坚定与深厚,承受责任,会使我们体会到诚实与崇高。 承受爱情,则会使我们心灵更真充盈,完美。 当我们终于学会心平淡和的去承受时,那么,我们的人生就达到了一定的高度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